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半导体制造业务一直是晶片巨头企业的大型战斗,现在这也是政府之间的竞赛。 据彭博社1月上旬报道,韩国国会半导体产业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独立议员指出,随着美国、中国和日本、台湾投入数十亿美元建立自己的晶片供应链,这给韩国未来在半导体领域的前景蒙上阴影。 韩国于2022年12月通过了韩国版晶片法案,后改法案正式名称为税收特例限制法,Restriction of Special Taxation Act。 该法案旨在扶持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并将对半导体和电池等关键科技提供奖励措施。 该法案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大公司的设施投资企业税收减免,从之前的6%提高到8%,不过这个数字远低于该独立议员等人提议的20%至25%优惠。 另外,中型企业和归类为小型或中型的公司的税收减免保持不变,分别为8%和16%。 该独立议员前身为三星电子公司服务30年的老兵,其认为,只有通过强有力地直接干预,韩国才能扩大其在价值5500亿美元的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地位,但短期政治利益正在蒙蔽国民议会的立法者。 然而,韩国在半导体政策方面的力度,在政府内部存在分歧。 尽管其指出,该法案对大公司的减税幅度仍然低于其他国家提供的两位数减税幅度,但韩国国内普遍对该法案持批评态度。 其他韩国议员认为,过于慷慨的激励措施,威胁到政府财政,只会使大公司受益。 对此,该独立议员强调,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全球各国政府正在将人才、资金和政策支援投入倒戏的开发中,为从人工智慧和元宇宙到下一代运算的未来技术提供动力。 三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匹敌台积电的公司。 这种微妙的局势凸显了,韩国建立国内技术能力的必要性,否则就有可能越来越依赖外国势力。 其还提到了半导体制造的人才问题,现在是向韩国公司提供更多激励措施的时候了,要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建立生产能力,韩国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留住年轻人才。 另据路透社报道,韩国方面近日表示,进一步计划向在该国内投资的半导体和其他科技公司提供大幅税收优惠,以加强其供应链安全和提振经济。 韩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该国内进行资本投资的企业将获得最高35%的税收减免, 这将帮助企业在2024年节省超过3.6兆韩元折合28.2亿美元的税款。 报道称,韩国此举是在世界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所在地台湾, 以及美国宣布计划将晶片生产转移到本土,以提振相关产业之后做出的。 不过,韩国财政部补充称,减税计划需经由反对党主导的议会批准。 与此同时,三星电子为了追赶台积电,也是相当努力。 近日据台湾媒体DG Times报道,三星电子将在其3奈米工艺中采用透光率超过90%的, 最新EUV薄膜Pellico已提高良率。 这些薄膜将来自韩国公司S&S Tech。 据悉,薄膜在EUV工艺时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防止EUV受污染而导致良率效能不佳。 三星将采用透光率超过90%的薄膜, 以尽量减少光源的损失并稳定其3奈米晶片的生产良率。 Blank Mask光眼模板材料公司S&S Tech在2021年生产成功开发出了透光率达90%的半导体EUV薄膜, 一据称为除了艾斯摩尔之外, 另一家成功开发出了透光率超过90%的EUV薄膜的公司。 Chosen Biz报道, 据业内人士透露, S&S Tech最早将于2023年上半年, 进入透光率超过90%的EUV薄膜的批量生产。 S&S Tech的目标适应三星要求, 甚至将比率提高到94%。 在三星投资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供应商中, S&S Tech获得了最多的投资资金。 2020年7月, 三星通过注资658亿韩元折合5200万美元, 获得了S&S Tech的8%的股份。 据报道, 目前还没有一家晶圆代工厂, 采用透光率超过90%的薄膜。 目前, 主要的EUV薄膜供应商包括荷兰的艾斯摩尔, 日本的三井化学, 同属韩国公司的S&S Tech和FST。 三星现在投资S&S Tech和FST, 以开发自用EUV薄膜。 根据接受Business Next采访的专门从事半导体的分析师和专家估计, 目前台积电的三奈米粮率可能低至60%至70%, 也可能高达75%至80%。 与此同时, 一名金融分析师也在推特上表示, 台积电目前的三奈米粮率与五奈米粮率在其生产初期相似, 据媒体报道, 其粮率可能高达80%。 这给此前被媒体披露, 三星三奈米工艺只有10%至20%的粮率来说, 打击甚大。 除了精进制成工艺, 三星还在为三奈米的厂房做准备。 据韩国媒体The Alec报道, 三星计划年底前在韩国评测的P4工厂 以及美国德州工厂建设市产线。 据悉, 位于美国德州的新工厂, 将是一家代工厂, 并用于生产5G、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等先进晶片。 P4工厂则用于生产记忆体以及逻辑晶片。 对于晶圆厂或晶片生产设备, 市产线通常早于主生产线前三个月建成, 因为新建的晶圆厂通常采用较先进工艺。 如对于NAND以及对于4奈米至3奈米的逻辑晶片升级, 通常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层和更先进工艺。 此外, 在主生产线顺利的情况下, 三星将于2024年的某个时间点进行商业化生产。 此前, 市场也传出三星扩产计划。 三星计划增加位于韩国平泽的P3工厂产能, 提升用于生产最新的DRAM记忆体晶片的12英寸晶圆产量。 就在不久前, 三星电子计划增加至少10台及此外EUV浦光机。 在先进半导体工艺生产上, 台积电是全球第一大公司, 晶圆代工市场份额差不多占到了60%, 三星位列第二, 但跟台积电的差距去年以来越来越大。 12月初, 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集邦咨询公布了, 第三季度全球晶圆代工市场报告, 台积电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56.1%, 环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 三星以15.5%的份额位列第二, 之后是联电、格罗芳德、中芯国际等公司, 不过份额都已经在10%以内。 这里打脸的就是, 三星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计划在2030年前超越台积电, 成为第一大晶片制造公司。 韩国在全力支援韩国半导体发展之时, 此前在三星有着30多年工作经验的, 这名韩国独立议员最后还提到, 在他的带领下, 韩国得以推出了晶片振兴法案, 旨在加快晶片工厂的审核程序, 并增设科技学院, 培养半导体人才库。 其表示, 三星电子是全球唯一能取代台积电的晶片公司。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